這部影片會講解 扯扯課的Server 也就是其中考我們會用到的計分系統 那以下我會分成三個部分做介紹 第一個是Server的操作 再來是Server的架設 還有Server的感進 那大部分的助教只要看第一個部分就好 那如果你是負責Server的助教的話 再來看後面兩個部分 首先Server操作 我們的Server會放在教室的右前方 那台電腦你的螢幕打開 然後開啟瀏覽器的localhost 3000 你應該會看到像這樣子的一個網頁 然後上面會有一串網址 就會像是這個樣子 那這個網址就會是我們 對外的IP 所以你 用其他裝置 用你自己的電腦或者用你的手機 打開這個網址的話 你就能夠連到我們的Server 然後在自己的電腦上面做操作 那進來這個網站後你第一個要做的事情就是在這裡登入 那密碼的話你們再問大助 登入後 頁面就會變成這樣子 你可以做一些TA的操作 首先是比賽前的話 你可以設定 比賽的時長 還有你的 每張卡片對應的分數 可以在這邊設定 像如果要把70秒改成80秒 就可以這樣子改 再來比賽中的話 你的頁面上可能會顯示很多組的隊伍 那假設你要把這組 Teen1 給暫停的話 你就按Teen1對應的Stop Game 他就會把Teen1給暫停 然後假設你要改Teen2的分數的話 你可以這邊就 改分數 對 然後再來比賽結束後 你也可以在左邊這邊 改每一組 的分數 然後如果 整班比賽都比賽完的話 也可以按這裡的ClearData 把 你們班的數據刪掉 再 再來負責Server的主角 可能會需要把我們寫到的Server 加在教室儀的電腦上 那首先你要在電腦裡面安裝 Git Node.js 還有一樣 再來就把我們的 code 載到 電腦裡面 然後在Server這個資料夾裡面 安裝 對應的套件 然後執行 NodeServer.js 他就應該會在我們的 LocalHouse3000上面 開啟我們的Server 再來 如果你想要讓你的電腦每次打開的時候都自動 執行我們的Server 你可以做以下的操作 那 按 Win加R 然後輸入 Show Startup 按確定 你應該會開啟一個資料夾 這個資料夾裡面 的程式碼就會是在 你每次開機的時候都會執行的程式碼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新增一個 那個 BET檔 然後 在BET檔裡面 執行這兩段 這兩段程式 那他 就會 在 讓電腦在每次開機的時候都 CD 到你的資料夾 然後 開啟你的Server 再來是外部IP的設定 我們為了讓 學生比較方便的連Server 我們會把我們的Server 連到 外部的IP 那 通常是大助教會先幫你跟學校申請好的IP 然後你會收到一封類似這樣子的信 有一些 IP設定的資訊 那你就 再把這些資訊輸入到 電腦裡面對應的地方 那首先就是開啟網路和網際網路 然後 開啟他的網路共和中心 點一套網路 然後應該會 有一個內容 你就點進去 然後 這邊會有一個IPv4的選項 你就點他按內容 就會跳到這個頁面 然後這個頁面有五行 指令要你輸入 這五行就是對應到你 信件裡面收到的這五行 輸入好後 你的網路應該就會變成 用 可以從外部的IP連到他 那你就拿你的手機之類的試一下 應該可以連到 你的電腦 再來Server改進的部分 先簡單介紹一下我們 Server的架構 在最外層的是我們的 Server.js 他裡面大概長這樣 那這裡我們就是會設定 前端和後端的一些東西 前端我們用的架構是 Next.js 所以這邊會設定好 然後後端是有用到 Saki.io 跟 Express 那都是在 Server.js裡面 做 整個的通證 那再來是 前端的部分 前端有四個資料夾 第一個是Pages 他是 放一些初始化的東西 也就是 然後也是我們最外層的結構 他這樣 這樣子 裡面就有設定我們 整個頁面的 block 然後還有 跟後端溝通的 一些資料傳輸 然後 然後 components跟containers 就是放我們各個block 然後Store裡面是放 Redux的資料 Redux他就是能夠讓我們的 每個block 都 可以共享 資料庫 的一種 套件 反正就是 又 如果不熟的人 你們再去研究一下 再來 Backend的部分我們有用到 Express跟Socket 那他的API都寫在對應的 資料夾裡面 首先是Express的部分 就他有設定各種API 還有他執行的東西 然後SocketIO也是 有不同API 然後還有他的 各種方式 然後 後端的資料庫我們是放在 Data這個資料夾裡面 然後 SocketIO